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談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離開台灣後 中共急迫地開始圍繞台灣島的實彈軍演,聲勢浩大 本來宣告演習3天,結果只是打了3小時 軍方就宣布這次實彈訓練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令人驚訝之餘也令人不解 第二個話題是佩洛西訪台這件事鬧得這麼壯觀 不少觀察人士注意到 竟然是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 在中國發表意見的稍稍不合官方位口就會被屏蔽或被警告 而胡錫進的待遇不同一般 能夠暢所欲言隨意威脅他人 他是在表達自己的意見呢? 還是被官方所利用? 隨後中共軍方宣布 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為期3天的軍事演習 但是首日軍演數小時後 軍方則宣布整個實彈發射訓練任務已經圓滿完成 解除相關海空域管控 分析認為北戴河會議上的中共高層 應該是遭遇了強大的國內外壓力 在佩洛西周三訪台結束並飛赴韓國之後 中共軍方宣布將於8月4日12時至7月12時 進行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 中共官媒稱6個海空域同步軍演 仍同海空鎖台3天 中華民國國防部發布新聞稿表示 8月4日下午13時56分起至16時 中共向台灣北部、南部和東部周邊海域 發射東風系列彈道導彈共計11枚 據報導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4日下午宣稱 導彈全部命中目標 整個實彈發射訓練任務已經圓滿完成 解除相關海空域管控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 這次演訓是數次台海演習中最具威懾力的一次 原本計劃3天的演習 實際2個多小時就草草收場 中共軍隊更加急於應付了事 顯得相當狡隙 不排除中共領導人臨時下令嬌庭 或者反覆權行後 都是決定盡快結束 外界分析 中共的導彈試射不敢針對美國 只是拿台灣殺氣 中共的軍事演習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佩洛西的來去行程 說明中共根本就沒有膽氣和計劃直接對抗美國 甚至擔心前線的一點不慎 會造成誤會被美國找到藉口攻擊 軍事評論員瀋舟澤文表示 中共製造的這次導彈危機 似乎不是用來對外展示 而是對內展示的 佩洛西選擇北大河會議之際訪問台灣 看來確實起到了作用 正在參加北大河會議的中共領導人 需要將精力集中放在圍繞20大的內鬥上 對此無暇應對一場與美軍的正面對抗 但是中共領導人又不能太示弱 剛剛掀起的外國情緒也無法平息 只能試射東風15導彈應對內部宣傳 外界分析 共軍彈道飛彈發射後的主要飛行路徑位於大氣層外 飛行高度早已超出零空定義的範圍 所以實際上並不存在入侵台灣領空問題 中共所謂的主權宣示 只不過是一種心理作戰的手段 此次中共的導彈試射 台灣和日本都準確預警、全程掌握 日本還標出了中共的導彈發射真地威之 更不要說美軍了 中共火箭軍大規模的動作 無法逃過美軍的偵察 難以發動突然襲擊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柯比表示 針對中共脅迫和恐嚇台灣 列干號航母打擊群將留在該地區 並將安排軍艦數次過境台灣海峽 這對於保衛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友是必要的 內外各種因素的擠壓之下 中共不敢真正與美國對抗 上演了一場不倫不類的導彈試射 又不得不草草收場 佩洛西返台前夕 中共操控輿論營造出開戰的狂熱氛圍 當地時間週二晚間 佩洛西坐機落地台北重山機場 令眾多小粉紅大受刺激 有人崩潰大哭 有人激到把手機出在地上 據網友分享的圖片顯示 第二天手機維修店有大量被摘爛的手機送收 不過也有大批小粉紅不是拿自己殺氣 而是把怒火發洩到中共當局身上 有網傳視頻顯示 一名男性小粉紅 在中共廈門政府門前大罵 美國都到這邊了 共產黨都不敢吞一聲 一點點血性都沒有了 我就買了這些臭雞蛋摘廈門政府 視頻中 中共廈門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協的牌子下方 都對滿了乾乾紮碎的雞蛋殼 另有一段視頻顯示 一名男子開三輪車到某地政府大樓門口 拉起了十米長的大橫幅 抗議當局對佩洛西訪台沒有作為 除了用實際行動抗議當局 還有更多小粉紅在社交平台上留言 痛斥中共軟弱 有一名小粉紅在博文中 記錄了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 從一開始支持開戰 都懷疑中共只是打嘴炮 再到失望憤怒 最後痛斥當局玩弄民意 高喊改朝換代 有網友轉發了一段男童 將氣球吹爆的視頻 並配文 別哭別哭以後別吹了 大家都心照不酸 樂此不疲地轉發 這兩天老舍的代表作 《茶館》裡有一個片段 也在網路上熱傳 裡面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 我打不了洋人 難道還打不了你 還有網友質疑中共直炒作佩洛西訪台 轉移對國內矛盾的注意力 而在小粉紅背後煽風點火的 除了中共官媒 周肅《環球時報》前總編 胡錫進表現最為出格 胡錫進最初建議解放軍機戰機 可以選擇在適當距離 半飛佩洛西的專機 與其同時進入台灣島 這樣就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 隨後胡錫進升高威脅 如果美軍戰機護送佩洛西訪台 就是侵略 解放軍有權強制距離佩洛西坐機和美軍戰機 包括發射各種警告彈 做阻礙性飛行動作 如果距離無效就可以擊落他們 胡錫進的擊落雪 在國際上激起了軒然大波 各國媒體《真相》報導 美軍更加是照言升高了保護佩洛西的規格 確保佩洛西專機平安飛行和起降台灣 市政評論員陳破空分析 胡錫進高調發聲而且語出驚人 有兩種可能 其一他授命而為為當局代言 其二他自我發揮 或是部分授命而為部分自我發揮 陳破空表示 考慮到胡錫進在各種場合 流露出對習近平和其政策的不滿 已屬黨內的反習派 故意更大的可能性是 他高調發聲表面上對外實際上是對內 依在挑動習近平激將習近平甚至是棄灑習近平 為他撤局下套或省 促使他挺而走險 直接與美國對決 早日走向窮途末路 外界認為 如果習近平下令攻打台灣有政治風險 而打美軍是要沒命的 而且二十大臨近 習近平不可能這樣做 如果不打 習近平就在國際國內刁臉 習近平要摸刁命要摸刁臉 反習勢力利用胡錫進跳出來打嘴炮 這是一個狠招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看風雲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